在台湾这个山高水级的岛屿上 没有一条河能够像大甲西这样 一路刻画着台湾岛屿生成的自然史 早在人类诞生之前 这里已经是长毛巷和乳齿巷活动的领域 冰河时期的鱼类历经了数十万年 仍然在此生生不息 从海拔三千公尺的冰封雪茎 到河口湿地的枫梅草泽 大甲西是无数回游生物生存的航道 也是两百多万人赖以为生的命脉 它奔沉在群山之间 穿透深不可测的峡谷 诉说大自然最神秘的力量 也见证人类最坚实的意志 也见证人类最坚实的意志 它一路下街摆荡 流过人与自然 从共生到对抗的生存式 它创造了复述的河街与平原 而它的容颜却一再地被人类改写 它的狂暴夹带着人与山的对立冲突 它的干涸 泼露人们最竭尽所能的截取 一条在自然与文明的风骨之间 回荡奔腾的溪流 大甲西 每当东北季风吹起 无数刚刚孵化的鳗鱼苗 顺着黑潮 从千里外的南方海域 向台湾沿岸漂流 在台湾各个河口循序出现 大甲西的出海口也开始骚动 圆在一百多公里之外 大甲西的源头 七江湾西也出现了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场景 秋风吹落一片片的枫叶 樱花沟稳归雄鱼的体色也转为暗红 暗示了繁殖剂的来临 我们刚刚感到的海啸啊 一间都很大呢 差不多一斤一两 每次抓一条 一条那个樱花工会 一斤一两都很大 哦 很好吃 如同大甲西包容众多的支流 半个世纪以来 大理山地区也包容了 迁移到山上的各种族群 这些新移民响应当时农业上山的政策 来到山上开拓心目中的桃花源 五十八年上来 来种这个地 那个时候都是茅草 那个时候江农众说 我们要上山 不是下海去打雨 就是上山来开山 这么生活 这些年来水果的价格下滑 在利润的考量之下 许多地主决定砍掉果树 将土地转租给菜农 新家洋部落下方的地基 已经被掏空 上方则是裸露的高丽菜地 雨茶园 每逢下雨 居民总是心惊胆战 那个底下就我们那个都是超空的 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去 你们知道这边会不会害怕 他们害怕了 下雨的时候我们就不太感受在这里 2004年 敏都立台风过境 带来了1500毫米以上的雨量 造成了离山地区30年来最大的土石流灾情 山坡地崩塌的土石 全部冲进了大甲溪 德基水库上游几乎被土石淤满 在舆论的压力之下 政府开始进行国土富裕计划 首先高山农场逐年退耕还林 紧接着林务局所管辖的林班地 也开始强制收回 平地我们没有落卷处 把我们送到山上来 现在要给我们砍掉 叫我们好拿去调黑 把我们送给共产党 时间的洪流 改变了大甲溪的面貌 这个逐渐改变的面貌 反映了人对于原乡的态度 最后人们终于发掘 耗尽了水土 人为了生计所付出的代价 也将越来越庞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